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用汉泰的电流钳CC65 配上示波器,还有这个万用表 我们测一下这手上这台微波炉的正常工作时候的电流是多少 首先我手上有一个9V的电池 用的时候要把这个9V电池给他们装上 装上之后,这电流钳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电池装上之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个绿色的指示灯 另外这里它有两个读数 一个是1毫浮10毫安 还有一个1毫浮100毫安 它代表电流前的两个工作档位 就是分别是,因为电流前它出来的是感应的电压 代表电压每次1毫浮的电压是10毫安的电流 上面这个是1毫浮的电压,代表100毫安的电流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1毫浮10毫安的电流来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试播器上面 现在我连的试播器 试播器上面可以看到现在初始的时候电流会有一定的偏移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按按住这个按钮 调铃按钮 可以看到试播器的会成了一条直线 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测试了 然后我先把我这边有一个充电器有一个插座 插座这边是开的 因为电流前只能测试一路测试是单向的 如果是整个加上的话就测不出来的 如果火线零线通知家 必须加在火线上面 我把这个插牌给拨开了 然后我把电流前 我们这样电流前夹在这个红色的线上面 可以看到这样是夹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微波炉 我们调到一个高火了 最高的电流状态 开始工作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的试播器上明显的有这个电压信号出来 我们调整调节一下试播器 这就是这个我们手上的微波炉工作的时候的电流状况 我们打开测试像 可以看到这个频率是50赫兹 因为我们用的是试点就是50赫兹 它的封封值VPP是1.7伏左右 1.7伏基本上就表示着 因为我用的1毫幅10毫安的档位 就代表着它的电流大概就是17岸左右 这功率接近3000瓦 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调小调小一下子这个工作功率 我调到个低火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电流先拔下来 重新夹一下 这个时候我才能保证这个测试的精度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火调到了低火最低的状态 然后电流前砸上 这时候可以看到它这个读素的值明显下来了 我们需要手动调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VPP是158毫伏 158毫伏对应10毫安就是基本上是1.5安左右 可以基本确定它就是大概一个10倍的一个偏差 最小的低火和高火之间 另外这个电流前还可以配合我们的这个弯硬表用 因为我手上有一个弯硬表 它这个也带着这个识波器功能 我们先看一下它怎么和弯硬表配合 这是一个转换头 我们把这个转换头接到这上面 就会把BNC头转换成这个弯硬表接头了 我们连到弯硬表的界线柱上面 这时候试用的是因为也是交流嘛 我们万硬表打到这个交流符上面 先归零 这个时候万硬表读素也是零 然后我们再接到这个 对侧的这个火线上面 我们还是调到 我们还是调到这个高火 可以看到它侧的时候电压是230多毫伏最高 这就是这个测试结果 我们可以对应换算一下 230多毫伏乘一个 1毫伏对应了10毫m 基本上就是2毫左右的这个工作电压 工作电流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低火状态 我们这必须得拿下来重新归教论一下 我们再开到高火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电流 读出来电压值是0.51就是500多毫伏 510毫伏 510毫伏对应的电流就是5安左右 这个功率计划就是1000瓦左右 好 我们关上 我们再用这个小鼠池的这个 汉泰克2C42我们直接用它的试播器测一下 它这个工作结果是什么样子 能看到它这边也有个接头 我们直接接到它的这个通道1上面 然后我们再打开试播器模式 我们用的通道1我们把通道2关上 省得会不好观看 通道1 不合方式是交流 因为我们测的是一个交流点的信号 档位我们先调小一下 我们先调到一个200毫伏左右 我们还是一个先常规操作归零 然后再加在这个红色的线上 这时候我们打到这高火 开始工作 稍微调节一下 调节一下出发 让电瓶稳定下来 再调节一下时间 好 这就这就基本上和我们刚刚的试播器上面测得的波形 基本一致 我们再打开它的测量项 由于现在是500毫伏 500毫伏对应的 那么有很多最大纸 哦 如果炉时间到了 再重新打开一下 最大纸 打开它的方方纸就可以 可以看到它的方方纸还是1.72幅 但是它这个方方纸并不是我们实际要的纸 还有浮值 浮值是1.7 1.7 浮值它这有一个换算关系 浮值是1.7 它对应的 它得除以2 是0.8 再还得再除一个1.4 就是0.9再除1.4 基本上就是还是500毫伏左右 还是就是代表我们的电流 实际电流值还是5 5毫安左右 5安左右 就是这么一个使用情况 这还是比较准确的 好 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